六年级华文 第三课 与众不同的一本书 朗读课文 高尔基曾经说 爱护书籍吧 它是知识的源泉 对许多人而言 书籍是不可或缺的 人们只要多阅读 就能开拓视野 陶冶情操 外国一名女博士经过八年不断的研究 成功发明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这本书除了是知识的源泉 也成了穷困人们的生命源泉 这名女博士就是特丽莎 有一年 特丽莎到非洲旅行 她不仅惊叹于那里壮丽的自然景观 当地居民的生活 更让她震撼 感慨不已 孩子们直接从垃圾堆旁的水坑 或沟渠里取水 那些水浑浊不堪 里头还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因此当地居民患病的概率很高 有的孩童更因腹泻而丧命 尽管当地有压井装置 可是从地底冒出来的水都是泥水 特丽莎当下意识到 那里没有安全又纯净的饮用水 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反复在想有没有一种物质能消灭细菌 于是我开始不断的研究和试验 终于发现了一种叫纳米银的粒子 它是细菌的克星 能去除水中 99.99%的细菌 特丽莎回忆到 经过几年买手研究和上千次的试验 特丽莎终于成功将纳米银嵌入纸张 创造出一种抗军性极强 质地优良的过滤纸 特丽莎大喜过望 她于是带着纸张远赴南非 肯尼亚 海地 印度等国 测试了25处受到严重污染的水源 同时她也和当地居民一起适用这些过滤纸 测试过程中 当地居民对此感到疑惑 为什么不能直接喝这些水呢 喝水时要先用这些纸过滤 太麻烦了 大家都是这样喝水的呀 居民的反应让特丽莎明白 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并不可怕 缺乏饮用干净水的基本意识 更让人忧心 因此 她想到了一个方法 用实用级的墨水出版一本 有关安全饮用水的书 如此一来 纸张便摇身一变 不仅可以滤水 还能传播知识 这本书的封面 虽然看起来和一般的书没什么不同 却改变了6.63亿人的命运 2015年 时代杂志把它评为杰出的设计之一 这本书 有个特别的名字 可以喝的书 全书共25页 除了印有提醒人们 饮用干净饮用水的话语 也是一张张过滤纸 每一页纸平均可以过滤100升饮用水 估计一本书是一个成人4年的饮水量 这本书的设计巧妙绝伦 使用方法简单 将附赠的书盒上下叠在一起 形成一个硬件装置 接着 撕下一丝形的黄色纸张 并把纸张放入装置内 倒入污水 过滤后的水 就是能让人们安心饮用的干净水了 这本不同凡响的书推出后 瞬间登上了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 特丽莎面对四面八方的赞语 风趣地表示 我只是想运用自己的知识 给人们带来一点改变 只要内心想温暖这世界 总有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改变 别说是可以喝的书 或许我们还能做出可以吃的书呢 特丽莎用所学知识 以特别的方式传授给他人 从而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由此可见 只要我们善用智慧 就能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生字心词 书籍 书籍 源泉 源泉 阅读 阅读 感慨 感慨 勾取 勾取 浑浊 浑浊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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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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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腹 远腹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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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出版 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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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 估计 绝伦 绝伦 疊 疊 疊 通常 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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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